60岁孤身一人无人娶,没得经验还是个富婆,曾与张国荣言解帝。 我们总会对美人印象深刻,就比如就是年代的以为香港美女魏秋化,只要提及当初那些经典的角色,比如神雕侠侣中的黄蓉等都会记起,原来就是她啊,她出生于58年的香港,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当时的选秀节目。 20岁的时候,就加盟了一位,公司直接就给了很多的资源,成为公司的当家发誕,参演其女子之后迅速成为当时香港最火的女演员。 而且出演的电视剧在当时是几乎每家人都追的电视剧。 而且她的演技也非常棒,在其女子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利益,把几个男人耍得团团转。 由于塑造的角色太过于经典,以至于被很多人骂,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演技过硬,直到后来公司的新人开始增多之后,她的资源也慢慢减少。 但是就算是只有一些讨人压的反角,但是用自己优秀的演艺人物的表演手法塑造成经典。 也成为很多人的回忆,就包括世界级的冠军李小双。 后来公司改名之后,大多数演员都慢慢退出,只有她面注旧情,一直坚守到88年,89年的时候去了台湾发展。 也拍了不少作品,其中就有《神雕侠侣》《浮生六节》中饰演张国荣的姐姐《车经生》等。 在生活中的她,跟其女子中的完全是反注的,现实生活中更加独立自爱,而且也很有经商头脑,在她的聚在内地引起巨大的反响的时候,就进入内地进行商演,也是首批来内地商演的明星。 而如今也是有名的复佛。 虽然在视野上的成就非常高,但是自己的婚姻却经历了很多问题。 到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,也多次被传过结婚的消息,但是她却一直否认,到现在年仅六十,还是孤身一人无二无女,但是美貌依旧,希望她的以后能过得更好,日子越过越舒心。 参考来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